心寒,四川低哥时金不昧被当贼,朋友笑我去还钱,居然落到这下场罗国父,39岁的低哥罗国父已经半个月没出过门了半个月前,他归还乘客已落在车内的手包,时乘客发现,其中少了4700元顾被认为侵占财物。 是一个贼,10月28日晚,宜宾乘客王杰乘坐出租车,时将装有5450元现金的手包,仪式车内,当司机罗国父将手包归还王杰时包内,少了4700元乘客,认为司机罗国父侵占了财物,并要求司机归还2700元钱,随后罗国父被其所在的蓝星出租公司开除。 司机罗国父11月12日,宜宾市叙州区公安非局发布通报称,警方目前已查明真相惜63岁许车工,跟某道走包内现金4700元,罗国父没有侵占乘客财物,之后钱财已被追回还给乘客王杰。 在等到警方的通报期间罗国父没有了工作,焦虑到失眠睡着之后半夜,也时常惊醒,如今他在等着要一个结果,一个能证明他不是贼的说法。 然而目前警方和蓝星出租公司,都没有给罗国父回应。 此前,罗国父觉得自己受到了冤枉,并在自媒体大宜宾,上发帖随后乘客王杰在网上公开了车内监控视频作为回应,并使得罗国父遭受到网友的质疑。 甚至辱骂罗国父告诉美日人物,之前自己有很多次归还乘客遗落在车内物品的经历归还时,对方还会给一些感谢费,这让自己感到心里挺恼活的。 这一次没有就算了还冤枉我偷钱,假如这事情一直没有说法,以后我开车再看到乘客遗失的物品,肯定不会捡了爱谁谁捡去。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,以后有人到了不能服东西,捡到了就不能还,罗国父有点愤愤不平。 11月15日上午,罗国父来到派出所,再次向警方提出自己的诉求,要求对方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,并赔偿物工费以及精神损失费。 他还获悉,此前拿走4700元的洗车工,目前已遭警方拘留了监控视频显示,洗车工从包里取出的钱,揣进口袋里。 以下是每日人物,与出租车司机罗国父的对话。 每日人物目前的生活状态,是怎样的罗国父没有收入饭都吃不起。 网上天天有人说,我拿了钱,我哪来钱吃饭。 每日人物,有考虑后续工作吗?罗国父现在没人敢请我官方,又没有给我物质上,精神上的安慰。 在全国人民面前说,我是个贼到最后事情,清楚了也没人关心我究竟是不是贼。 我是开不了口说不了话的我窝在家里,已经半个月了门都不敢出心里很难受,整个晚上睡不着觉。 有时候,突然就醒了每日人物,身边的人会对你指指点点吗? 罗国父有我老家的人会在我老爸老妈面前说他们,二老不看,新闻就会想如果没做这样的事,怎么没有人来感谢你报道你的好人好事。 人家会觉得你在撒谎每日人物,你的司机朋友是否理解你? 罗国父不理解,像我拿去还落到这个下场。 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,还让人家看了笑话。 我有五六个出租车,去每个群,都是几百人。 下一步,我会在群里说在网站发帖,让出租车司机千万不要动乘客落在车里的东西。 每日人物之后再碰到这样的情况,你还会撿吗?罗国父这件事情已经让我很困扰了,到现在没有一个说法。 假如这个事情一直没有说法的话,以后我开车再看到的话,肯定不会撿了。 按水水捡去这个社会。 就是这样,得以后有人到了不能服东西,捡到了就不能还。 每日人物之前捡到过丢失,在车上的东西,是否都归还了罗国父全部归还的。 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还带过一个班还捡过一个手机,也归还人家了每日人物。 之前施主对你的态度怎样罗国父,比如手机吊车上我会给送过去,人家会给我几十块钱。 多少,我都收着,挺愉快的手机,我拿去卖个一千几百的都没必要。 要是还给人家的话,人家一死一点我觉得心里挺暖和的。 每日人物归还失误时,你是主动找人家要跑腿费,或者好处费吗? 罗国父,我肯定不会人家都是主动说要给一些感谢费我。 对这个无所谓,也没想过这个这一次没有就算了还冤枉我偷钱,我肯定不会就这样算了。 这一辈子,就算砸锅卖铁,我也要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。 每日人物捡到东西会归还的出租夫妻,多骂罗国父这个我不敢下结论。 我只做好自己的事,但现在我只能是呵呵两个字每日人物之后,你还会在网络上发声。 罗国父肯定的我现在需要法律援助,我没钱,请律师也不懂这件事,我想让他们负责,他们必须承担我受到的伤害。 每日热点,新鲜资讯精彩,汇集请关注,有到热点。